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孙玉玲 美国前总统川普不断在竞选活动中放出利多 承诺新的减税措施 不过独立机构分析他的减税政策 如果付诸实际行动 将会增加4兆美元的债务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川普在竞选活动中提出多项新的减税措施 其中为了取悦因家庭开支挣扎的选民 包含取消对退休人士的社会安全福利 科征联邦所得税 以及取消对服务业人员的小费科税 另外他也预计调降企业所得税 从2017年推行的21%降至15% 据非盈利组织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预估 川普提议的减税措施 将导致未来10年美国联邦收入减少近7兆美元 川普也提出若干计划来抵消减税造成的收益损失 其中包含撤销拜登对清洁能源制造商的减税措施 对中国进口商品科征新关税 以及对所有进口商品科征10%的关税 另外他也计划延长即将到期的个人及企业减税政策 其他分析预测上述科税措施将为美国带来3兆美元的收入 整体而言若川普重返白宫 他推动的减税科税措施将导致联邦收入减少约4兆美元 华府对赤字较为鹰派的人士警告 若赤字加速恶化 恐增加经济螺旋式衰退的风险 委员会资深副会长戈温德表示 现在情况更令人担忧 因为整体财政和经济环境比川普及拜登就任前恶化许多 美国国会预算处预期碍于更多婴儿潮世代退休 领取社会安全及医保福利 下届美国总统将面临赤字上升的问题 国会预算处预估 就国会及下任总统没有通过任何新的减税或大型支出计划 未来十年美国债务将增加近22兆美元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